哈喽,我是尹,今天的视频呢是参考了森惠瑜伽的一款杂质妆容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所以就想着尝试一下 这个妆容的重点是画出无辜的狗狗眼 引造出朦胧又复古的日杂感 整体色调使用了温暖的大地色,非常适合秋季 好了,如果你感兴趣,就直接往下看吧 日系底妆不能太白,粉底选一款,贴近肤色的就好 整体上过一遍后,用遮瑕膏点涂瑕子处进一步遮瑕 我们用那儿蜜粉饼定一下脸周 它上脸会有瞬间柔焦的感觉 让肤色看起来更加自然白净 眉毛不需要画得特别锋利,想要达到一种眉毛的感觉 先大致地勾勒出一个轮廓 前面平缓一些,眉毛往下走 介绍在填补一下眉毛中间的空隙 创造时一定要弱化眉头,把眉具拉宽些 这样会显得更加温柔无辜一些 这妆容中五官都很柔和 所以修容不需要很重,自然晕开就好了 首先沾去大底锁给眼皮打底 背影部分想要无辜的狗狗眼 要好出圆圆下垂的眼形 下眼睛预染到三分之一处 顺便用于粉画一下卧彩 卧彩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更大更可爱一些 认取一款稍深的颜色加深眼睛前段 预染的范围呢可以稍微大一些 眼睛后半段的范围可以逐渐往下预染 这样视觉上就不会显得眼睛特别的上调 日系妆面中珠光主要用作局部提亮 点亮一下眼睛的中部 接着用深棕色加入上部和下部的尾端 最后用这个浅香冰色点亮一下眼头 这样一个比较有层次感的眼睛部分就完成了 占取这个烟熏紫色填护一下睫毛根部 眼尾处稍稍拉出 现在妆容线条感不是很明显 所以这次用眼影代替眼线笔 为了突出下垂感我们再加深下眼角的内侧 最后把眼线预染开 模糊一下边界 用眼影代替眼线呢就会使眼状看起来更加柔和一些 睫毛这次我们就把中间部分加巧 然后刷一下 中部的睫毛我们往上刷一换睫毛 然后它往下来 增加眼睛的下唇感 这款妆容没有特别强调睫毛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款睫毛膏还是很合适的 刷出来的睫毛就非常的自然 再往部分用到的是MAC的这一款 颜色涂涂不红的 我们直接把鞋扫在颧骨的位置 不需要花的太重 整体妆感协调就好 今天唇膏的颜色是红棕掉的 不过它的颜色还是非常清透的 可以多叠涂几次 大致涂好颜色后 我们用手或者稍微抿一下 让边缘一开 唇部会显得更加饱满 这样呢这次的妆容就完成了 主要还是学习一下 日系妆的色彩搭配 把这些特别运用起来 能够让五官看起来 更加和谐平衡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